中央推出五倍券 各地商圈与观光景点都期待能够有效振兴 而风景优美的山区原民部落也都期待观光客回流 老守市议员范之清对此就表示 目前中央与地方针对原民相关产业只推出了哀原券 因此也希望市府能够多加协助原乡来行销 任何一个政府单位 长期以往对原乡部落的一个整体发展 并没有很完整的一套措施 所以几乎原乡地区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效益 对我们是希望说多方面 比方说先帮我们促销 先让我们外面的人知道 目前原乡的整个旅游设施 或者是一些景点 或者是那些吃的这个部分商店 此外市议员范之清也认为 疫情逐渐稳定 在产业的振兴要加紧脚步 但相关的防疫工作仍要落实 老是游客 因为对原乡的这种旅游报复性的方式 比较没有上来 大部分都是到海边 比方说墾丁这种去旅游去消费 没有到山上来 对市府之外公所本身 还有贸管 贸理风机管理处 方面的去做宣传 近期全台疫情区稳定 期盼透过加强防疫 加强振兴与行销 让台湾的观光产业 能够在全民健康安全的状况下 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 记者李佳龙 彭文玉 高雄报道